那么在先前 我们将英国讲得非常粗浅 善有善报 卧有卧报 古德常常告诉我 不是卧报 时辰未到 时辰也到了 一切总报 时辰是什么呢 古德也跟我讲得很清楚 你现在造主的不善 你古报没信息 那是什么 你过去生中 修的福很大 去世造的修的福 造窝 福一定亏折了 但是 亏折之后 他还有余福 那个余福想进了 卧报就想进 有人行善 但是 现前 生活 并不好 依然穷困了到 这是什么原因 你随修善 过去生中 造的畏业 他都 精神修善 已经得到 很好的弥补 如果不修善 那你的古报 那你的古报 就不看谁想了 那你的古报就不看谁想了 那你的古报就不看谁想了 过去生中的 无意 无意 消尽了 你所修的这个善因 善因 他就成熟了 善谷就显起了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不要看到 你看多少人修善 没有善报 多少人坐卧也没有卧报 好像英国这个说法了 考不出 这是吓唬人的 那你就大促地做 你要细心观察 英国报应就在眼前 很明显 那台湾的黄柏林警官 这是个有心人 专门收集 刑事案件的资料 他应该有十几二十年 收集了 他现在手上有几百个案件 他说台湾很多刑事案件 被破坏的 都是因为受害的那个运魂 引导警方 把他的尸体找到 案件破 几乎占破案 百分之八十以上 如果没有他们自己 来帮助警方 这个案件破不了 所以他们从事于 这个刑警的人员 过过都相信英国 真人真事 而且都透过 媒体报道 电视报道 我们怎能不相信 古书里面记载的时候 那是古人讲的 有人怀疑 未必是真的 古人是劝善 先前我们在台湾这六十年 六十年当中的刑事案件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这一点是神仙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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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物赢为首 这就是邪音 你说多可怕 老祖宗的话 传了几千年 在今天的社会里 让我们看到 时时看到 处处看到 这就是社会动乱了 为什么 万物 最严重的 今天社会是 普遍的流行 这怎么得了 那要救这个社会呢 凡其道而行之 其他小道 人人都懂得 效体重心 这个万物行为首 自自然然 就淡化了 有方法了 有道理 我们要懂得 我们的异教风险 自求多福 多佛家者 行与法及法死 正尽行过 你看 人一发心 一教修行 正尽行为首 正尽行为首 这个界位的三位 就能赶得 这么多佛 的价值 加持 加持的用意 何在呢 邪于法 法人 这个法门 神主法了 这位法师 法慧 法慧 粗诸佛萨 都叫法慧 至于 感谢观看